說民眾黨去跟國民黨談判 拿這三個去談 至少三個給一個 國民黨搞不好會答應 然後其他縣市民眾黨都不要提名 民眾黨都不要提名 這樣你們才有機會 你這樣子弄的話 我們可能沒有人要選黨主席 國民黨 國民黨就切剝了 不會啊 你如果澎湖讓給陳佩琪搞不好 台中讓給蔡碧如 那你清楚他要三個選一個 我說三個選一個 三個還可以 三個選一個可以 不要三個都要那不行 因為我跟你講 民眾黨如果繼續叫國民黨說南白河 就一定會倒 因為他黨內現在已經 快分崩離析了 那年輕人現在不去 看政大民調就知道了 那年輕人不是 不是早起不表態 不然就早起民進黨 就早起國民黨來都走了 所以 對民眾黨來說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向心力 就是說柯文哲 你如果明天不跟大家講清楚 說2026 我們民眾黨就走自己的路 2028我阿伯 還是會繼續選總統 你明天一定要這樣讓大家高潮 要不然明天操和蔡也沒高潮 明天才就倒了 那真的是盧秀恩這邊放話嗎 因為我想說 怎麼會是靖平哥 聽到朋友講 然後放出來的消息呢 然後就是開始罵 不會送這個黃珊珊跟陳志涵嘛 因為你看 柯文哲那個時候 陳志涵不是哭了嗎 去掉藍白河的時候 柯文哲還要給他笑笑耶 那如果你說 蔡秉如在中間穿梭的話 他有上媒體訪問 說盧秀恩如果挑戰2028的話 你要挺藍還是挺白呢 好 蔡秉如怎麼講呢 他說台中是2026的這個市長選舉 盧秀恩可能挑戰2028的中大選 蔡秉如要挺藍或挺白 他說他自己是不會選台中市長的 畢竟這個挑戰太大膽了 但是如果張啟臣參選2026 盧秀恩投入2028的話 他是抱持著支持鼓勵的態度 但畢竟是民眾黨員嘛 政黨之間就是合作又競爭 但還是會回歸到自己政黨的人選 那意思就是 那還是挺柯文哲這邊的嘛 人家在說2028叫蔡秉如怎麼選台中市什麼 所以他動了這個念頭嘛 所以他說我不會選台中市長 這是題外話啦 對 民眾黨還繼續叫國民黨說藍白河 說2028的藍白河 民眾黨就倒了 連2026都不該談 2026他名字要開黨代表大會 名字要開火 然後可能大家有一個共識說 不然2026再來一個藍白河 各縣市都來合一下 各縣市都來合一下 我推薦三個縣市啦 民眾黨你們去三個縣市 叫國民黨談判 國民黨肯定的牛臨 來 第一個 澎湖縣 陳佩琪 你要把他放到哪裡 太遠了一點喔 陳佩琪是馬公女中 你贏了他出海喔 第一個考上台大醫學系的耶 但我跟老公會不同床耶 你知道一個在台灣本島 一個在澎湖會有點遙遠 不會啊 年紀大了星雲相處 柯文哲也可以去啊 第二個台中 蔡立如 就蔡壁如去 第三個新竹就柯美蘭 柯美蘭嗎 不是說黃國昌 蔡壁如推薦黃國昌 沒有啦 黃國昌不算啦 黃國昌不會去啦 黃國昌不會選啦 不會選 你聽我他不會選啦 所以這是你心目中的名單是不是 不是 就是說民眾黨去跟國民黨談判 拿這三個去談 好 至少三個給一個 嗯 國民黨搞不好會答應 然後其他縣市民眾黨都不要提名 好 民主黨都不要提名 這樣你們才有機會 你這樣子弄的話 我們可能沒有人要選黨主席的國民黨 哈哈哈哈 國民黨就切剝了耶 不會啊 你如果澎湖讓給陳佩琪搞不好 台中讓給蔡壁如耶 那你心足道要三個選一個啊 我說三個選一個啊 三個還可以啊 三個選一個可以啦 不要說三個都要那不行耶 因為我跟你講 民眾黨如果繼續叫國民黨說南百合 就一定會倒了 嗯 因為他黨內現在已經快分崩離析了嘛 那年輕人現在不去啊 看政黨的民調就知道了 那年輕人不是 不是早起不表態 要不然就早起民進黨 要不然就早起國民黨 大家都走了嘛 所以 對民眾黨來說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向心裡 就是說柯文哲 你如果明天不跟大家講清楚 說2026我們民眾黨就走自己的路 2028我阿伯還是會繼續選總統 你明天一定要這樣讓大家高潮 要不然明天要炒跟蔡也沒高潮 明天就倒了 你南保下面有一個你想說台中的江河術 舉手 這個我們還是要副主席啊 副主席我推這個壁如捷啊 這樣 我就過 麻煩了 臨時動議 對啊 他們可以舉手嘛 可以 所以現在民眾黨最重要的是 這個向心裡要擬據 所以阿伯你最好2028 宣布2028你要選總統 2026沒有要跟國民黨和 欸那川柯你再幫我把手板立下 那你說如果藍白河的話 民眾黨會倒 那你的意思是說 那到底 國民黨現在也還在想藍白河嗎 要不然怎麼會放出這個消息 國民黨現在沒有要插民眾黨啊 因為民眾黨就沒實力啊 民眾黨民調剩下6% 笑人家都糟糕了 可是如果還有6%的話 可能還是會撼動盧秀燕的位子啊 撼動盧秀燕 如果他把它變成像朗東剛剛說的 藍白共主這樣子 也是很香啊 不是但是民眾黨的支持者不會投國民黨啊 民眾黨那些笑人家都不會去投國民黨啊 所以你要把民眾黨那些糟糕和糟糕 叫他們去投國民黨 這個難度很高 那這群人可能就對政治失望了 那他搞不好又回到那個不表態 到最後最後關頭的時候 才會按照不同的人選 也許不依附在政黨下 就決定就是說要看哪一個人選 他喜歡就往那裡投了 那他就變成一個無黨級的投票概念 好所以請教一下小明哥 根本有可能還有互換概念嗎 就民眾黨拿那三個啊 去跟國民黨談一談啊 但我就想說 你看如果以資格落會的民調啊 民眾黨的制度已經大崩盤 剩下6.2%跟6.1%的話 那如果是國民黨的話 我還要把你視為是一個可敬的對手嗎 當然情況就不一樣了嘛 柯小二過年 柯小二 就柯文哲 過年是一年不如一年 你看20 因為侯友宇 在國民黨裡面是偏弱的 那他在白的話 柯文哲很強 開了369萬票 對 然後最後一天 十幾萬人在那個凱道等等 你知道那個民調最後 你知道最後一個月 柯文 侯友宇的民調全國跌10% 但很多因素啊 馬英九講相信習近平啊 然後沒有捐出來 那個宿舍啊 以及那個 那個衛星被搞成飛彈的聲音 那個也跌很多啊 三件重要的事情 那什麼時候開始蹦著啊 就是那個什麼 那個坐車那個什麼 蔡英文跟賴清德開那個車 在路上 在路上那個廣告開始有變化 好 再拉回來 那個時候 他要的是行政院長 國民黨並沒有要給他 我想2024 只有給他一個副總統 他認為是肌肉反悔嘛 那為什麼不給他行政院長 這是本黨要探討的地方 第一件事 第二 2024跟2028隔了四年 他那時候民調 他那時候開了25% 民調是20% 那時候做政黨民調 總統投票那時候 那現在變6%了 此一時彼此 就今天我們當然要跟他合 這沒有問題 可是他要是一定是 如果說盧出現的話 是盧科佩 我覺得機會很小 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這個票有20%的票 我不投藍不投綠 而是供逢其盛 柯文哲是自大狂 認為說這個幾百二三百萬票 是跟我走 錯 是討厭藍討厭 的第三選擇 你是供逢其盛 所以你就站在位子上 可是你又土力財團 你唯一的執政縣市長 那個叫新竹市本島的 那又貪污被判刑 所以崩解了嘛 就這些人失望了嘛 有些人跑到白 有些人跑到藍 有些人跑到綠 有些人退居到不表態嘛 所以他們對第三勢力失望了 大家為什麼不從這個角度來探討 今天陳佩啟來有用嗎 我跟你講沒有用啦 兩句話講完 人家精神領袖耶 對 兩句話講完這個 你傷了這些第三勢力的小草的心 怎麼找回來 這個黨沒有方向感 我一直講領袖要有方向感搞政治 第一個 我兩岸不談兩岸一家親 我民眾黨怎樣你知道嗎 我民眾黨就是華獨 一邊一國 一個中華民國 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國民黨跟民進黨中間 然後企業打死嘛 土地財團 然後支持中小企業 支持年輕人給你有房子 兩句話就好了 一個內政 一個兩岸 他們不是 完全背道而馳 他要命了 每一件都傷小小的心 民眾黨現在民調會掉那麼低 是因為價值觀亂 沒有理想性 你被看破了嗎 又柯宏安又柯文哲嗎 你先清廉 又兩國論 又住者有其無 那個黨會到30%好不好 你等到藍綠崩壞 做壞了你衝間一軍突起嘛 你有這個機會 你搞壞了嘛 你把你的黨從25%搞成6%嘛 我認為他應該辭掉黨主席 陳美琪也別出來了 他們所有人都沒辭他幹嘛辭 黃國昌也沒有這個能力 也沒這個能力來帶領這個20%的票 怎麼樣從6恢復到20 有這麼多票嘛 難力以外 這些人都很弱嘛 吃不到 沒有思想 這些人的鬼混都是網紅 然後被人家被人家 被人家那吐口嘴 吐那個勾勾 被人家打巴掌 還不敢還手 看就是俗辣度 我怎麼投給你嘛 你知道就就 也沒有勇氣 又不清廉 又不支持台灣主體性 然後又跟財團在一起 這個黨我看快 你在講國民黨 我在講民眾黨 你中間要補一下民眾黨 要不然人家會以為是 中小平報號是不是 民眾黨